海角7号的故事中 日本籍的老师搭船回到日本 他说从台湾到日本7天 那精度、纬度分别是15度跟10度 我们已经知道地球的圆周长是4万公里 请问南北方向 南北方向我们要想 南北是看精度还是纬度 纬度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要看纬度10度 那请问平均速度是多少 平均速度我们就是用距离除以时间 距离是多少呢 4万公里 全部 全部 整个地球的周长、圆周长是4万公里 然后 他从这里 跑到这里 10度 那这里的距离是多少呢 就是 4乘以14 四四方公里 然后乘上 360分之10 就是这一小段 因为全部是360度嘛 他只有10度 所以是这一小段 这是全部的距离 南北方向的距离 除以时间 时间是7天 一天24小时 所以算出来 平均是 一小时 6.6公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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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